有時候買到球鞋 並不是每一雙都會拿來自穿的 因為老嗨逼平常就是會買一些球鞋 買到的話不是自穿就拿來賣 賣掉了利潤 拿來買自己想要穿的鞋子 我是老嗨逼 The Old High Beast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在2020年年末出的球鞋 沒有拿來自穿的話 現在千萬先不要賣 球鞋 老嗨逼的頻道 今天要專門介紹球鞋和Supreme的資訊和開箱 新來的朋友們 如果對這類頻道有興趣的話 歡迎您按讚、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要講的一些球鞋 就是在2020年從10月到12月不等出的一些 球鞋和草物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是買來要自穿的話沒差 可是你買來 還是還沒有穿到想要放著投資的話 老嗨逼建議你千萬現在不要賣 放一陣子在賣 那我們來聽聽看為什麼吧 首先要提到 就是在2020年 在11月30號和12月中 所出的這兩雙球鞋 沒錯這兩雙Easy呢 都是曾經在以前推出過的球鞋 它只是重新出來restock 這兩雙鞋呢 我們先講這雙鞋好了 它曾經呢 在重出之前 它的在售價格呢 曾經入逼到700到1000美金左右 那因為在最近才restock過 現在在售價格大概在350和500之間 那老嗨逼覺得你不要急 這兩雙鞋呢 都值得放了 至少6個月以上 老嗨逼預計呢 這一雙 Easy 350的黑魂呢 它的在售價格在6個月以上 會回到600到700左右 當然它已經 應該不會回去原本的700到1000了 不過保守估計也有600到700 最適合留住的尺寸呢就是小於8號的 那至於這雙500的話呢 它在在售價格 在重出之前 有接近500到700塊 現在在售價格出了剛出之後 大概350到450之間 老嗨逼也是建議 至少放6個月 它的在售價格應該會回到 400到600美金左右 建議hold住的尺寸呢 也是小於8號的 再來要講的就是 Supreme的衣服了 那老嗨逼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Crossbox Logo的帽T的介紹 然後它接下來一個禮拜呢 出了T-Shirt的系列 那這兩件衣服呢 原價38美金 加完稅啊 運費大概在58美金左右 至於這種衣服 建不建議 現在賣 還是 以後再賣呢 像這種Supreme的T-Shirt 就算它是Box Logo的 也不會受歡迎 都不會像帽T這麼受歡迎 所以這兩件衣服呢老嗨逼 並不建議可以放很久 當然是你要自穿的話沒差 像這兩件來講好了 以黑色的我們看到它的在售價格 目前出到現在在90和130之間 綠色的也是差不多 那當然紫色那件大概是這一季最受歡迎的 大概100到170 可是呢這個兩件衣服放超過6個月的話 並不會有突飛猛進的效果 老嗨逼保守估計大概在120和150之間 並不會有太多投資空間或上漲空間 至於這個T-Shirt跟帽T比起來呢 可以看出來比較不受歡迎的地方 第一就是它的 十字的Box Logo呢 是用硬上去的 不是像帽T這樣是刺繡上去 所以效果差很多 當然它原價也低很多 不過感覺在街上穿著潮的感覺呢 沒有來 LlmT的效果來的大 所以這兩件老嗨逼還沒有決定要不要開 先放旁邊 再來我們講到另外一個產品老嗨逼建議 再放一陣子再拿來賣的 就是這雙 Dark Mocha的Jordan 1 這雙鞋呢市場受歡迎度非常的高 因為它的配色非常接近 Travis Scott的Jordan 1 那當時在出的時候 10月底到12月之間 那當初出的原價呢 大概 當然是有170美金 再售價格大概在350美金左右 可是你看現在放到 已經放到1月1號了 現在它再售價格已經逼近大概在 450美金左右 如果是以銅鞋的話 原價是130美金 現在再售價格原本 剛出的時候是320美金 現在也是接近450美金到500美金之間 那老嗨逼保守估計 成人的或者是銅鞋呢 在出了6個月之後 再售價格在成人鞋會在500美金到650美金左右 銅鞋呢大概在 550美金到650美金左右 那這兩個尺寸呢都是建議全尺寸都要留著的 可能再放幾個月 就會有再增加一兩百的效果 利潤 蠻可觀的 畢竟你放銀行 放利息也不會這麼高 所以建議你留這些尺寸來投資 當然老嗨逼再提醒一次 手頭如果 預算不夠 無法長留的話 請不要留 建議手頭沒有資金的朋友 就賣掉 可是手頭如果資金充足的話 建議你留著 如果沒有資穿的話 接下來建議大家 留至少6個月在賣 如果沒有資穿的球鞋呢 就是這兩雙 Vapor Waffle 那Vapor Waffle呢 是繼2019年SAC和Nike聯名之後 新推出的鞋子 那這雙鞋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在售價格當初出的時候 大概在300到500美金之間 可是 這個黑色這雙呢 真的是不得了了 現在在售價格呢 小於10.5號了 已經在700到800之間了 非常的可觀 白色的話 小於10.5號的話 大概是550到650 黃色紅色 目前的剛出還不會這麼高 而且SAC和Nike聯名之間 也不會像原本這個首發配色這麼高 不過呢在出了兩個星期到現在 以黃色這雙來講的話 也是 漲了10%左右 也不錯的利潤 因為黑色這雙可以這麼高 老HIB預計這雙黃色的話 他還可以繼續漲 那老HIB也是建議呢 Vapor Waffle這雙鞋呢 放6個月以上 如果沒有資穿的話 以黑色來講老HIB保守估計 在10.5以下 可以達到 將近 800到1000塊 那白色的話呢 大概是 會達500到800塊左右 最受歡迎度的話當然是 黑色大於白色 大於黃色 大於紅色的 老HIB先前在YouTube做了一個 運氣調查 反應 市場反應也是如此 那最後要提到一個產品呢 就是 老HIB身邊沒有 不過 有關注他的價位 就是 Ambuds to the Dunk High 那這雙以黑白配色 他的 Nike PK勾勾勾還有從屁股 凸出來的這雙鞋呢 再售價格也非常可觀 當時剛出的時候 三個禮拜前 他的再售價格大概在400美金左右 現在出了三個禮拜 再售價格已經逼近 550到600美金 那如果你是幸運買到 小於US7號的話 他的再售價格 介於600和800之間 漲得非常的快 老HIB估計呢 大概在6個月之後 大尺寸的話 會700到800 可是你買小於7號的話 再售價格 可以達到800到900美金 也是非常可觀的 這雙鞋 那這雙鞋當然是 你買到的話 Hold住 Hold住越小越好 6個月之後再拿來賣 你將來會非常滿意的 以上是老HIB的 過去買鞋的經驗 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 掰掰